目前每期都是小涨牌上的格局 道琼在上涨幅度在0.1%左右 纳斯达克期货指数目前来到0.16%涨幅 S&P 500同样是上涨幅度小涨0.13% 接下来带您看到明天的财经焦点 六都市长以及市议员 还有其他地方首长明天正式的招接就任 对于经济前景 台股是否会表态值得期待 另外明天央行要公布M1B跟M2货币供给 M1B上个月已经创下了17个月新迪 明天的最新表现将持续万能观察 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入第三阵席 明天日本央行也要公布上周的利率会议记录 将会持续带您关注最新的安倍经济政策 而泰国出现了最厉害的重点炮 需要四个人同时的点火 点燃之后它会像飞碟一样旋转重上天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这样有趣的画面 稍微请您继续锁定瑞涵主持的前线百分百 我是林莹 我们再会了 欢迎锁定前线百分百 我今天是代班主播邓凯明 今天是耶诞业 祝大家有个平安安详的耶诞业 但是看到今年整个年尾的尾声时刻 在整个国际股市 还有包括了国内股市的部分 看起来是响叮当的 还不错 今天说是年底将近的情况之下 看到外资持续对于台北股市 是不放假的站在加码的这一方 让人好奇 是不是外资真的不放圣诞节 有什么好的利多吗 而讲到台币 最近持续的贬值 这几天成为了话题 而且贬的是又凶又猛 为什么在年底前出现这种台币很贬的情形 但是也相对让我们的出口相关的外销股 却是笑纳礼物 笑得合不拢嘴 当然讲到说 在昨天看到了美国股市 呈现了大涨冲高的行情 占上了一万八千点的表现 就在圣诞夜前夕 看到美股有这样的气势 原因公布于 在于最新的第三季GDP的报告 真的是会跳舞 刚好迎来了圣诞节的好消息 圣诞老公公送礼物 台股市 是不是跟着是欢乐疯狂响叮当 当然看到了今天这些消息题材的部分 能不能够延续台股的涨势 还有包括今年底的风光行情 待会都请专家在现场帮大家一归就近 好 讲到今天 在平安夜 真的是请到几位专家 放弃了今天晚上可以享受 这个浪漫大餐的机会 请到现场 还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今天看盘的重点 还有包括投资心得 今天首先呢 就邀请的是曙芳姐 来到现场 曙芳好 凯明你好 各位观众 圣诞快乐 好 另外呢 是我陆战队的学长 赵宇哥 赵宇好 凯明各位观众 大家便宜快乐 Merry Christmas 好 另外呢 帅哥维泰 凯明好 大家圣诞节快乐 好 另外呢 是我们的顾葫芳 顾总 顾总好 凯明晚安 全国投资者 大家晚安 好 讲到说呢 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呢 算是相当不错 我们看到了 收在了多少点之上 这是我喜欢的数字啊 88点的上涨啊 举翻58 88 188 我都喜欢 今天刚好收在88点啊 今天的表现呢 是收在了9186点的收盘价 而且呢 是在最后尾盘的时候 往上拉高 拉到了最高点做收 重点呢 在哪里 今天不是准备要放圣诞节吗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量呢 今天的量 有837亿的量 比昨天的量要来的多一点 而且呢 今天三大法案同步的 都是站在买方 包括投信呢 续报了 加码了5.8亿 自营商呢 买的还多一点 超过了7亿左右 重点在于外资 外资今天加码了 有31亿啊 买了昨天 比昨天的13亿 还要多了一倍之多 今天不是外资要放假了吗 已经准备呢 刷卡下班 为什么呢 还积极加码 买了台股有31.6亿呢 这几天看起来 外资都是回补买超的哦 在圣诞节前 甚至包括 国力的封关之前 是不是外资都还有持续加码的这种条件 跟利多 讲到说外资有买啊 今天呢 在亚洲股市市场当中 是不是只有台湾特别好 还是说呢 亚股都表现不错 真的有圣诞行情呢 我们来看看 台股今天 拉尾盘 收高了88点 来做收 那收在了今天的高点 是9186点 明天呢 来挑战了9200点 另外呢 则看到的是韩国股市 也是开高震荡走高 上涨幅度呢 0.39% 收在1946点 也是尾盘呢 稍微的支撑拉抬 是持稳上扬的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股市 今天日股涨幅倒是不错 涨幅有超过1%以上啊 而且收在了17854点 上涨了有219点 当然今天呢 包括了安倍晋三啊 续任首相啊 这个消息 还包括日元呢 持续贬值 贬到了120块钱的关卡价位 持续对于日本的外销题材的出口类股呢 有一定的支撑 另外我们看看 则是在香港股市的部分 哎 怎么只有半天啊 没错啊 今天呢 香港也在过圣诞夜啊 所以跟美国股市一样 只交易半天 港股呢 交易半天 时评做收 最后是小涨收盘 但是呢 今天真的圣诞快乐的国家很多 就只有大陆股民 中国大妈不开心啊 我们看陆股今天的表现 开高走低 最后是下跌了幅度 将近2%的下跌幅度做收啊 盘中跌幅呢 还一度逼近3%啊 连续两天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弱情形 这陆股是不是真的啊 有到强弩之末的风险问题 今天圣诞节不开心的是中国大妈 待会呢 我们也请教专家 到底这该怎么看 好 不过讲到说台北股市今天算是走高 外资也有买 但是呢 我们却注意到了 新台币的一开盘 确实呢 出现了开盘重扁的情形 开盘好像扁值还是超过一角之多 好在尾盘收盘呢 扁值幅度收敛啊 大概是五分左右 但是啊 看到台币已经连扁了好几天 而且最近的扁值幅度 还真的是来得又急又猛 为什么在年关的最后这时刻 台币要这样的狠扁 到底会扁到什么地步 今天呢 是防守住了31.9元的关卡 没有扁破啊 但是呢 市场认为 说不定会往32块钱来靠近 这几率到底高不高啊 先请教鼠方啊 鼠方怎么看呢 为什么在这一次 新台币扁得又急又凶 甚至扁到近期的一个新高 它的原因是来自于说 因为呢 日本它不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购债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中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在感恩节到耶旦节销售的旺季 我们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呢 剩下最后这几天 外销公司是不是要开始结账 结账的过程中 就会说 你的会退收益有多少 那刚好能够弥补什么呢 我们11月12月份的订单 刚好能够调整库存 要稍微下来 但是业外的会退收益刚好补进来 所以我们台湾的个股上面 尤其以外销为主的 今年的年报 恐怕会很漂亮 第二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说 除了日本央行 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外 还有一个国家叫欧洲 欧洲他重申的是什么 欧洲央行重申 我明年的第一季 我要干嘛 我要持续的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那欧元一定是扁的嘛 欧元扁 那我们的央行彭华总裁 就想你欧元扁 美元一进强势 那我就让你一次到位 大家还记得我们彭华总裁 在上次的谈话说到什么吗 逆风而行 也就是说 他要把它波动的幅度 在未来降到最低 那如何降到最低 明年第一季日本 明年第一季欧洲 都要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甚至扩大 我要降到最低 就是我一次到位 那一次到位 后面的波动就会比较小 这是原因之一 那再过来我们来看看 刚刚凯明在节目的一开始讲到 哇 美国怎么搞的 第三季的季报上面 他交出美国当地分析师 台湾当地分析师 更好的一个GDP的数字 破五耶 我们多少年没有看到 这跳五了 对 根本没有看到五这个数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中 我们说GDP 它这个强势性的一个成长 它带来的一定是叫做 强势性的货币 所以美元上面 它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现在稍微回答 从技术面来回答 刚刚凯明谈到的问题 32块钱有没有可能 会不会贬到那个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你来看这边有个区间 这个区间呢 就是在31.8 我可以跟他讲 到32.2之间 所以他取中间值 刚好是在32嘛 所以现在市场上面 外汇来讲话 市场普遍预估32块钱 因为这边没有压力啊 这边没有压力 所以大家认为 普遍而言 从技术面的角度 到32块钱 它是在合理的预估值 那我们来看看在最近的一个量人 真量的 对 那一直到今天 我们就要发觉到 今天就出现了一些上影线 为什么 因为它接近32块钱的整数关卡 所以未来大家就去留意 我们在之前有教过大家 你只要看到是实体红棒 实体红棒 就代表它贬值的趋势不变 可如果你一直看到 有上面的毛毛虫 出现的时候呢 那代表央行要去逐贬 也请教赵宇 最近扁这么快 是不是也是为了赶最后这几天 准备要跨年了 跨年度了 所以要做结账的动作 给这个出口商 有一个很好计算的一个价格点 是不是最后换算 就是以当年的最后一天来算呢 其实那要看他们 各公司的一个会计 是他们的一个认同 但基本上第四届台币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趋势 都是一路往上扁 所以刚刚薯方讲到说 台币在第四季贬值 对我们的财报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其实最重要是 我们央行总裁 他在操作上面来讲 从过去的一个 所谓柳树理认 变成一个逆风操作 那当然逆风 现在又有一点顺风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个很重要一点 油价大碟 救了两个国家 我们不要讲救 帮助两个国家 少受输入性 通货膨胀之苦 第一个就是台湾 我们有9成5的能源 是仰赖近后 跟日本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台湾跟日本 这两个 哎呀 放下心头的一个大患 台币大贬 所以输入性通膨的 一律大减情况之下 让彭总裁 他比较能够去 有更多的一个空间 可以去 让台币 去承受一些 这个所谓贬值 的一个情况 好 那第二个来讲 快到过年了嘛 刚才凯明有跟大家做报告 那个外资 你过年圣诞节 会不会不小心 先要汇出去 小心 你汇出去 我给你 电高我的汇出成本 我台币一扁 你现在如果换下去 那你是不是 比较吃亏一点点 所以会让我们的 这个资金 外流的这个情况来讲 会稍稍会受到 这个遏制 假设你今天 你是纯粹是要 草汇 汇出去的话 你现在这个状况来讲 汇出去 你的空间就不大 所以它会 电高外资 汇出的这个成本 那这也是 对于我们台湾 就所谓资本市场来讲 留下的一个资金 是一个很好的一步棋 好 那再来为什么 它会顺风操作 就是 其实我们跟韩国 在这过去 这一个礼拜 我们就拿上礼拜来讲好了 韩国的一个韩环 它贬值幅度 就过去大概四五天 大概贬值幅度 大概1.45% 根据统计 可是呢 在台币的部分 在前两天 基本上来讲是 贬值幅度 是大大落后 韩国的 可是在这两天 因为受到了这个 所谓油价下跌的 这个影响呢 让央行有这个空间 顺势 做一个落后 补贬的行情 所以在近日来讲 台币贬幅度 1.38% 大概是追上了 也不要追上 就是说 把这个贬值幅度 我们跟着韩元来讲 做一些拉近的 有跟进 不要让韩元 这个贬的比较多 那反而我们的产业 是受害的 对 没有数字 好 当然我们就比一比 我们就比一下 这到底第四季呢 在整个亚洲 主要国家的货币 在贬值的情况之下 的确都是趋贬的居多 在美元转强的情况下 但是呢 在贬值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 泰铢 贬 1.4% 人民币 贬幅是 1.5% 最近人民币 也传出这个 人行的副行长 也开始说了 他说人民币 贬的不够 传出呢 人民币 可能也有一个跟进 这个趋贬的压力出现 所以呢 亚洲市场 也开始紧张了 另外呢 韩元 贬值幅度有 4.2% 那台湾呢 是在最近几天 追上来了 我们第四季呢 追上了 超过4.5%的 贬值幅度 这是目前第四季 亚洲货币 贬值情形 但日元不用说 贬的最凶 就是日本 今天日元 还是在贬到 120块左右的 家